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在下对狱拜见苏老先生 我也很喜欢下围棋 听说苏老先生设了个棋局 特地来请教请教的 干什么 不得无礼 不得无礼 这不就是一盘棋吗 为什么要取那么玄的名字 叫什么 真龙棋局 你呀 不懂就别乱说话 这个可不是一般的棋局 有玄机在里头的 清秀乐天 武功盖世 清秀乐天 天下第一 天秀乐天 武功盖世 天秀乐天 天下第一 天秀乐天 武功盖世 天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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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哪 天下 الر 能把這件事情給忘了呢 師兄是不會說話的 也聽不到我在說什麼 丁春秋 你侮辱我們也就算了 不許對師父不敬 說得對 你們還真是好徒弟呀 師兄 這麼好的弟子 就被你趕出了師門 我還真羨慕你呀 我讓他們改投在我門下 他們誰也不願意 哪像我這幫弟子啊 師兄 你都一大把年紀了 又收了兩個新徒弟 師兄 你怎麼連小和尚也敢收啊 我 在下段譽 是來和蘇老先生切磋棋意的 你口氣不小啊 敢跟我師兄切磋棋意 虛竹 你怎麼在這啊 我是來找祖師伯的 好啊 原來你們都認識 那咱們都是朋友喽 師兄 姓師伯 你先幹什麼 幹什麼 帶 你們膽子越來越大了 怎麼跟你師叔說話呢 不要忘了 你們身上可都帶著毒呢 那又怎麼樣 為了師父 死又算什麼呢 對 對 我只想跟我師兄下盤棋意 你緊張什麼呀 你緊張什麼呀 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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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阿弥陀佛 小僧揪摩志 听说苏老先生部下真龙棋局 发出棋铁 在下对围棋也是痴迷不已 所以想向苏老先生讨教讨教 这段时间会写大人 这个项目 中文准备 订阅 散家 悪 Flug 熱 熱 熱 公子来了 公司慕容父 拜见苏老前辈 苏老前辈 公子 公子 你要小心哪 这棋局可是非同一般哪 这棋局里名堂颇生 对 不知道使了什么妖怪 没错啊 借棋之人好像都会被 是啊 这棋局迷失心智啊 他心中只有他表哥一个人 就算以前跟我在一起 心里也只想着他表哥 原来是姑苏的慕容公子啊 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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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兴修老贵 原来是兴修派的丁先生 我慕容父也是九阳你的大名 玄奈大师 是 老衲见过慕容公子啊 啊 公子爷 这位是大理国的段公子 段公子 你好吗 啊 慕容公子你好 你好 我可不好 啊 啊 段公子 你也来了 啊 王姑娘 你现在才看到我 慕容公子 你的武功还可以 奇异 就未必有什么剑术了吧 啊 哈哈 右下角的白棋也全死了 白棋还是输了 你这不是杀捣乱吗 你截着看 这个棋局 本来就没有人可以解开 根本就是捉弄人的 我可不想浪费时间 不过慕容公子 你连我在边角的纠缠都摆脱不了 还想逐鹿中原 我慕容家族完了 我慕容家族完了 公子 表哥 愿是不准 滚 刀给我滚 滚 六百千千 公子 表哥 解不开棋局 你也不必这样烦恼啊 你懂什么 我想什么 你知道吗 公子你这是何苦呢 多亏就有段公子救了你 慕容公子 你实在没必要 为了这么一盘烂棋 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舍弃加异 公子 这盘棋有迷坏树 公子 不必再费心思了 王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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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王姑娘 你不要哭吗 哦 阿弥陀佛 谁会用六脉神剑 是大理的断正春吗 哈 我们老大才是正牌的大理钻士 其余的全都是冒牌花 我徒儿也来了 我 四大恶人拜见聪便先生 苏星河 哈 我老大收到你们送来的请柬 心里很是高兴 特意把手中的事情都搁下了 前来下棋 公子 我看我马上先回去吧 不急 你 管施主的武功 真是名不虚传哪 当心走火入魔 哪儿来的小偷 这个是我们老大不行 是不是找死啊你啊 王姑娘 你可不能打上这位小师傅啊 你这臭小子也在 看我不收拾 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还是想做乌龟儿子王 我可不想做乌龟王八蛋 你没事吧 多谢董公子 嗯 段施主 这棋局用正道是解不开的 权用偏门更是解不开 天无趣路 后有追兵 正也不适 邪也不适 太难了 是啊 一个人由正入邪容易 要想回头难哪 你是一师足成千苦恨 要想回头那是不可能的 是啊 我身为大理故的王子 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 实在是愧对列宗列宗 就算你现在躲过了 可将来你死了 你也无言面对段施线人 如果你还知道廉耻的话 那就去自尽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还算是个英雄 我 我这真是对不起段施族线 我没事吧 你怎么呀 段施主 退一步海过天空啊 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 我解不了棋局 我也不能看着他们走火入魔 丢掉性命 我去搅乱棋局 你 快点 快点 本来是一片死棋 非要让我把你杀赶紧不可吗 老前辈 小宗不会下棋啊 小师父这招棋虽然胡闹 但是先是曾经说过 这个棋局谁都可以来下 你这一招自杀了一片白棋 总也是入局的一招 老前辈 小僧只是为救人性命 请前辈见谅 小徒律先饶过你 如果有人故意捣乱棋局 亵渎先师的毕生心血 那老夫可就不客气了 老前辈 小僧我 下棋便下棋 哪来那么多废话 我师父的棋局 是让你随便开玩笑的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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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el 我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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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前辈 这样可以了吧 小师父真乃天才啊 可喜可赫 不敢不敢 这个不是我 这个秘密不要说出来 你自己要小心 是 无 无弥陀佛 十六子道脱靴 真是闻所未闻哪 哎 先师部下此居 几十年来 无人破解 可今日 小师父终于破解了这个真龙棋局 老夫真是感激不尽啊 老前辈 小僧只是误打误撞 前辈太爱实在是不敢当啊 哦 小师父请随我来 哎 前辈 去哪儿啊 哎 祖师伯 去吧 你进去吧 这 这怎么进呢 既然没门 你就用少林功夫一样拼 哦 老前辈得罪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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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呀 哎 groups approved 你啊 为什么还要出去呢 谁 谁在说话 路是你自己找的 谁也不能救你 我这棋局布了几十年 都没有人能紧开 今天你破了我的棋局 还不快点进来 你 你的棋局 你是谁 我等了三十年 总算有人来了 前辈 你把棋局被引人出来 啊 你不是生病吗 绝对了 你生病吗 平静你生病了 你生病吗 你生病了 你生病了 原来是个小和尚 还是个丑和尚 小僧虚竹拜见老前辈 你能解破我的棋局 你的聪明才智 看来非同小可 小师傅 我送给你一件礼物 你走吧 小僧的棋艺其实是很差的 老前辈的棋局也不是小僧自己解的 礼物我是不敢收 要是老前辈有什么要帮忙的话 小僧会尽力的 小僧 你有这番侠义心肠 倒也不错 可是 你的棋艺不高 功力浅薄 这倒也没什么 你能来到这儿 那便是缘分 只不过 你这个相貌 不大合乎我的标准 那 既然小僧让前辈不高兴了 小僧就告辞了 小僧就告辞了 小僧实在不敢狂妄 我是怕老前辈生气 所以才走 既然来解棋局的 有哪些人 有我师叔祖玄奈 大理段公子 慕容公子 还有四大恶人 当今天下的高手 都快来齐了 大理天龙寺的枯容大师 来了没有 除了我们少林寺的 僧人之外 只有一位 鞠魔智大师 我听说 最近武林中 出了一个叫乔峰的 很了不起 他来了没有 没有 好 我已经等了那么多年 再等下去 也未必能等到完美的全财 一切随缘吧 你刚才说 这个棋局不是你紧的 那星河为什么把你送进来 嗯 这 是 是小僧 闭着眼睛乱走了一步 莫名其妙就解开了棋局 你闭着眼睛就能解开我的棋局 这说明 我没有复原 说不定以后 你还能帮上我什么忙 好孩子 给我跪下磕头 再磕五个头 这是本门的规矩 好孩子 你过来吧 好孩子 你过来吧 前辈 老前辈 你要干什么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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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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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我已经把你体内的少林功力全都化去了 什么 老前辈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干嘛这样害我啊 老前辈 为什么 老前辈 老前辈 你要干什么 老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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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功告成了 乖徒弟 你没有辜负过 现在 你朝那水潭 那海长 试试看 跑 哦 啊 法会的宫礼还不到异常 我这七十年的宫礼 可都全传给你了 七十年 怎么 你还不肯叫一声师父吗 我是少林弟子 不能七十灭祖 你身上 连一点少林的功夫都没有 怎么还算是少林的弟子呢 你的体内现在有七十年 逍遥派的功力了 还不算是奔派的弟子吗 逍遥派 你 跳一跳 试试看 哦 怎么样啊 我 我是不是着魔了 没有 那是你的体内有我的功力啊 徒弟啊 我要你去给我杀一个人 啊 杀人 我是出嫁人不能杀生 我要你杀的是一个大恶人 他是我的徒弟 丁春秋 老前辈 他确实是个大恶人 只是我的这点功夫 你身上的功夫 已经不在丁春秋之下了 老前辈 他虽然是个大恶人 可是你不是说 他是你徒弟吗 徒弟 他当年竟然敢谋杀我 师父 您的秦义 那真是越来越高明了 老前辈 你也不在乎 有本事 或者说 大家 叫他 師父 丁春秋 丁春秋 星河 她的辞職本來是不錯的 只可惜被我引上了岔路 迷上了什麼驚奇樹啊 我這一身上乘的武功 她這輩子是學不到什麼了 這三十多年來 我一直希望 能找到一個聰明的 專心的徒弟 把我這一生的功力都傳給她 讓她替我殺了丁春秋 可是 我一直沒有等到這個緣分 原來是這樣啊 好孩子 丁春秋她一直以為我死了 所以她做起事情來是肆無忌憚 孩子 你過來 我這兒有一張圖 這圖上畫的是我深藏武學典籍的山洞 你按照這山洞中典籍的武功去好好練習 就一定能打敗丁春秋 這圖上面的女子 我這兒就住在這個山洞裡 你讓她 看在我的面子上 給你指點指點 啊 老前輩 我恐怕不能去 我是少林弟子 我得跟我祖師駁回少林寺 如果天意是這樣 一定要讓惡人等到 那真是不可想想的 老前輩 你怎麼了 我把七十年的功力 都傳給你了 今天 就是我的死期 你還不肯叫我一聲師父 師父 好徒弟 好徒弟 你 你一定要殺了丁春秋 你是父報仇啊 你 我來我到 丁春秋 老三 你不是他的對手 今天是饒了你 我們倆的賬也該算算了 師兄 裝了一輩子啞巴 也夠難為你了 少廢話 我今天就要為師父報仇 為逍遙派清理門戶 不讓你到 別人了 你們推下 天秀老天 法变无变 武功才智 天下抵律 这是本门的掌门之魂 现在传给你 谢师父 你是我第三个的后弟 苏星河是你的大师兄 你知道吗 知道了 师父 你现在是逍遥派的掌门人 山洞中的女子也会听你的号令 师父 你老提起的那个女子 她到底是谁啊 她是我的师妹 也是我一生的遗憾 是我害了她 还有我自己 徒儿 师父交代你的事情 都记住了吧 徒儿记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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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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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母 师父 我已经忘记了时间 我会疼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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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风 老前辈 我还是不能做你的徒弟 不过 我答应你帮你杀了丁春秋 我一定会做到他 不然 太辜负你抓我功力了 你信我 坐 前辈 今天我就要清理门户 老前輩也沒事吧 好 世兄 我算你厲害 我們走 讓他們去吧 不要追了 老大 我們現在怎麼辦 真龍起居已被人劫了 應春秋月被蘇星賀打退了 這裡邊沒有我們什麼事了 我們走吧 那 那我那徒弟呢 要不要把他抓回去 今天天下英雄都在 先饒了他 下次再說吧 咱們走 二位 我現在必須進五曲 處理一下本派的重要事情 師陪了 如果二位願意在我這兒休息一下 我的徒弟們隨時問候 請不要客氣 蘇老學下您客氣了 您請便便 小師父跟我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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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 五師伯 許主 蘇老前輩是武林高人 他要是有什麼吩咐 你一概遵命 嗯 是 祖師伯 師父 師父 你終於還是丟下了徒弟一個人先去了 師父 師父 啊 啊 來來來 啊 你坐這兒 哦 坐 坐 前輩 我 我 逍遙派不孝弟子蘇星河 拜見本派新掌門 哎 老前輩 老前輩行此大禮 教小僧如何敢當啊 師弟 你是師父的官門弟子 又是本派的掌門人 我隨時師兄也應該給你磕疼啊 這個 這個如何敢當 小僧不敢當啊 師弟 啊 我的這條命是你救的 師父的心願也是你完成的 我想你磕幾個頭 這是應該的 哎呀 我是少林弟子 不能改投別派的 你 本派掌門人的寶石指環都戴在你手上了 你 你 你就是本派的新掌門人了 不要了 這個給你 啊 我 我不要 師弟 師弟啊 師弟 你受師父臨死時的重託 怎麼能夠推卸責任呢 師父將指環交給你 是不是叫你殺了丁春秋這個叛 是 但小僧武功太差了 恐怕不能完成這樣的重刀 恐怕不能完成這樣的重刃 師弟啊 這中間發生了許多事情你都不知道 我 丁春秋 他眼看當掌門人一點兒希望也沒有了 他就按下毒手 將師父推下身骨把我 也達成重傷 啊 這個大惡人真是狼心狗肺 他禽手不 我 阿彌陀佛我犯口戒了 我得以活命 是因為那時候 他公布破和我所佈下的 奇門蹲駕之陣啊 從此我就撞龍作啞 丁春秋倒也不敢再來搗亂了 哦 原來是這樣啊 呃 師父臨終時 有沒有給你一幅什麼圖畫之類的東西啊 呃 這個嗎 你是掌門人 如果不願意說我也不再問了 不是不是 他要我到大理無量山 去找他當年藏的武學典籍 還要我向畫中的女子請教武功 可是這畫上的女子不是王姑娘嗎 難道他老人家拿錯畫了 王姑娘是誰 多大年紀啊 哦 王姑娘就是 慕容公子的表妹 看上去也就十來歲吧 這幅畫至少是師父 六十年前所畫 人的相貌也可能長得極其相似 你就按照師父所說的去做 一定要殺了丁春秋 為師父報仇啊 這個 這 這個小僧是少林弟子 我要回少林寺了 報仇的事 老前輩 我實在是 師弟 掌門人哪 你不聽師父的疑訊哪 師父豈不白死啊 不 小僧已深入空門 不能亂開殺戒 之前答應那位老前輩 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反正反正 反正小僧是少林弟子 不能改投別派 胡作非為 你 你說什麼 玄難大師 剛才對你說什麼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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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聽你的話 所以啊 玄難大師讓你聽我的話 我的話就是讓你遵從師父的一命 做本派的掌門人 為師父 報仇啊 慕容公子 你們要去哪裡啊 段公子 我們應該不是同路吧 不如就此別過來吧 同路同路 我久仰慕容公子大名 再說 我也很想跟慕容公子討教討教 段公子 道不同不相為謀 這道理你不會也不明白吧 公子爺 我們為什麼非要跟他們一起走啊 再說了 王爺主婦我早點帶你回去 別多嘴 慕容公子 我真的願意和你們一塊走 表哥 就讓他和我們一起走吧 隨便吧 王姑娘 表 表哥 他什麼時候對我 那我對他表哥十分之一就好了 王姑娘 公子 公子爺 人家既然不嫌我我們 我們幹嘛還跟著人家 不是有點死皮賴臉嗎 你說我死皮賴臉 不不不 我是說 我是說我死皮賴臉 這條路又不是慕容家修的 為什麼我不能走啊 再說那個慕容父老是欺負王姑娘 我必須保護他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王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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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累了嗎 要不要休息一會兒啊 段公子 你還跟著我們呢 你還是別跟著我們了 我說段公子 你們大理國的男人 是不是都有點那麼 那麼 我們大理國男人怎麼了 至少大理國的男人 都懂得疼惜女子 不像有些人 這叫做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君子 跟屁蟲吧 你 你 公子爺 咱們走吧 省得跟人家受氣 不行 我要跟著王姑娘 你居然能夠得到 烏鴨子前輩的抬愛 烏鴨子前輩把他畢生的絕學 傳授給你 你真是浮原不潛哪 祖 祖師伯 你不會怪弟子吧 不會 不會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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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你怎麼了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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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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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师父 师父 师父 祖师父 苏清禾 你给我出来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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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清禾 苏清禾 你干吗害死我祖师伯 你为什么要害她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我绝对不敢 谢了 长本人 你祖师伯 是中了丁春秋的毒啊 你 你要想 要人要 苏老前辈 你笑什么呀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笑什么呀 为什么要笑啊 苏老前辈 老前辈 老前辈 苏老前辈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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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身上可能有毒 师父中的是丁春秋的 三孝小魂散 失去内力者 中了此毒 三孝之后 彼此无疑啊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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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让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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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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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怎么让人家 你怎么让人家 师父 你怎么让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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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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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妖派弟子康广陵 拜见新任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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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见掌门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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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春救了一个恶贼 他害死了我祖师伯 他害死了我祖师伯 报仇朱奸 全凭新任掌门 主持大局 我 我非杀丁春秋 丁春秋这恶贼不可 掌门大允朱奸 为我们师父报仇 众师职 深感掌门师叔的 大恩大德 师父 来 掌门师叔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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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啊 起来 师父 弟子还有一事想禀告 那你说 起来说起来说 大家都起来 都起来啊 我们几个 当年被师父逐出师门 其实是师父 把丁老贼来害我们 又不忍心将我们 刺龙耳朵 割断舌头 才出此下策 今日 要掌门答应 我们才能重回师门 否则我们几个 到死都 还是 无门无派的孤魂野鬼 在武林中 抬不起朝乌来 这掌门 我是做不了的 但要是不答应他 他们会纠缠不清 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才放我走 还是先答应的再说吧 既然尊师已经答应你们重回师门了 你们就是重回师门了 那还担心什么呢 师弟师妹 掌门师叔答应我们重回师门了 大家快跪下磕头啊 快快 多谢掌门师叔 多谢掌门师叔 大家快请起 快请起啊 他们都去哪儿了 慕容公子和少林派的仲高僧 他们已经都各自回去了 那我也先走了 掌门师叔 掌门师叔 我要去哪里啊 你要去哪儿啊 回少林寺啊 掌门师叔 你回少林寺 那你什么时候再回了呀 这个 这个 我很快 很快啊 掌门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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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请起 掌门师叔 请起 小瑶派 还等着你回来 重视大事呢 好好好 我知道啊 我知道 一定回来 一定 掌门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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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自重一点 我们实在是不愿意跟你结伴同行 还是各走各地吧 公子爷 你是大理的皇祖 跟着他干什么呀 段公子 你再跟着我来 就别怪我下手无情 王姑娘 你就这么走了 继续 不如公子 不如公子 你 你怎么这么快 快 什么快 慕容公子 请问你有没有看见我祖师伯和师叔他们往哪里去了 慕容公子 真对不起 没有看到少林寺的几位高僧 那多谢慕容公子了 可能小松的祖师伯和师叔还在前面 我去追他们 等等 小师傅 你的武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高呢 公子 发生了什么事 退下 慕容副已不如 没有看出你的轻功这么好啊 我 我真的跑得很快吗 我只是随便问问 小师傅不方便说 可以不说 不不不不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这么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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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慕容公子 这是干什么 表哥 我看这位小师傅没有什么敌意 你闭嘴 你懂什么 请 对不起 慕容公子 我先走了